一说唐诗,你便想到长安,提起宋词,你会念起汴京,而谈到戏曲,你绕不开的是山西。 山西,中国的戏曲故乡,全国剧种三百多个,山西就占了六分之一。 元曲四大家,三个是我们山西人,我国仅存的十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。 从古至今,山西老百姓爱戏,爱唱戏,也爱听戏。 据说,当时的靖南村村有庙,有庙就有戏台,要是哪个村没有戏台,会被人笑话的。 快看,今代的猴马董事夫妇在百年之后都要听戏。 作为山西的女儿,今天我带大家看看靖剧的魅力。 真美! 我也给大家来一段。 戏台上唱腔悠扬,演绎三镜风采。 戏台下腾腔锣鼓,倒进三镜故事。 游戏取故乡,请戏运流发。